當你天生就缺少了什麼 你認為自己將獲得更多還是會失去更多呢? 殭屍神頭裡就有一位天生就失去的勢力 盲眼女孩 北方達福 嘿喲大家好 歡迎到斃某講歐美動畫 我是科基 今天我們再次回到殭屍神弄的世界 來聊了大家都很喜歡的角色之一 北方達福 一樣啊 幾件事情 第一 我只是稍微說一下劇情與想法 其餘更詳細的可以觀看原動畫 第二 請問爆雷注意啊 害怕的人請去避難 那我們開始吧 北方達福 初登場為12歲 李凱斯在安的夢中出現 而在之後他在盲語狹盜的技術中正式出現 當時安依照自己好友的意見 去尋找京東韻土85級法之一的終極天才 最後 他們在街頭爭霸戰的領地見到了達福 一個真正的瞎子 什麼都看不到 卻必須在爭霸中擊敗一根大塊頭 但現場觀眾對他充滿著期待 在最開始這個地方 就連叫達福的傲氣 他有著對自己的絕對自信 而非因為盲眼而出現一些自卑 面對大塊頭 達福完美體現了85級法終極的概念 已盡自動 輕輕鬆鬆的就用強大的韻土神功擊敗了對方 這也讓安他們確信自己正在尋找韻土老師就是這位 想不到的是 達福家是賀兒有名的貴婦家庭 他身邊到處都是守衛 光是接近他就有一定程度的困難了 好不容易接近他卻會被他拒絕交打安韻土 有因是他父母的關係 由於天生就是盲眼 父母對自己的管制是非常嚴格的 認為他還弱小 什麼都不會就限制了一堆 也因此 達福才會在夜晚的時候偷跑到城裡參加爭霸賽 我也就是圖那種自由感 他曾告訴安 即便我是盲人 但這並未能影響我的世界 韻土就是我的眼睛 希望是在用腳看東西 也因此 他能夠用腳感受到任何震動 甚至感知身邊的所有物體的位置 即便他能因此體會到跟一般人沒良樣的生活 他仍被拘束住 他的父母還是把達福當個廢人 總是將其困在家裡 只能讓他感受到非常不舒服 但這也沒辦法 就算安向他提出了一起走的提案 他也僅僅只是說了 沒錯 你們想去哪就去哪 沒有人管 那才是生活 但 那不是我的生活 他也同時表示了為什麼如此不開心 卻還是待在那裡 只是因為那是自己的父母 自己又能去哪呢 這種感覺都散發著不同於他登場時的野門感 有的只是對這種世間可悲的無奈感 而在這之後機會來了 他得以在父母面前展現自己高超的運途神功 並向父母說明自己是可以好好生活的 沒有到卻換了父母的一句 我們給了你太多自由了 並也決定將會被24小時監控著 不然這在當時帶給達福的絕望感絕對是非常非常大的 才12歲就必須像個犯人一樣被控管著 這樣生活還有意義嗎? 達福難過的與安他們道別 卻在安離開前再度跑了回來 並騷擾說著父母改變心意要讓自己旅行 他的旅行也展開了 相較於最開始 還完全不懂團隊合作 不對 應該說是根本沒有過朋友的他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幫忙 但是旅行才剛開始 開塔拉看見達福什麼都不肯幫忙而生氣 但達福只是認為他自己能照顧好自己 不需要其他人幫他 他認為這代表自己也不需要幫忙其他人 這個舉動讓大家都很惱火 只要達福遇見了愛河 愛河認為達福的想法與當時的祖克很像 就是個認為自己需要面對一切 不需要他人幫忙的人 愛河很平靜地說著 其實 讓愛你的人幫你的忙並沒有錯 經過愛河的開導 達福也從中領悟到了什麼 重新跪回團隊 與安他們齊心協力一起度過接下來的難關 也許是因為父母太過拘束的關係 達福的性格因此更加野蠻 又或只是因為自己是純正的孕土天才 才導致他的個性像個男孩子一樣 總之野蠻的他就像個小男生 絲毫不見一點少女心 但其實他的內在還是個女孩的 甚至在第二季裡 他嘴上說瞎子的好處就是不用在意外表 不用擔心外人評論自己的外表 卻在聽了他人的嘲笑之後 冷自卑地滴起頭來 看似堅強他在這時候流入了自己最真心的那一面 他平時就像個土宗 用厚厚的土牆將自己給圍住 不想讓哈倫從任何一絲空隙轉入 但時間久了 遲早都會軍裂的 現在被嘲笑的他就是這樣的狀態 軍裂的土牆輕輕鬆鬆就被哈倫的言語給擊破 但他卻僅僅只有幾秒難過 所以就用自己的孕土神功給對方顏色瞧瞧 他那孕土的精髓已經跟個性合而為一 堅強且不給他人空隙深入的個性 而講到孕土 達福的孕土功力真的不是蓋的 他最開始學會孕土就是在一個山洞裡面迷路 那時遇見了四種神功的始祖之一 大地鼠 達福與對方都一樣 眼睛看不見 大地鼠教達福如何用孕土去感受這一切 因此一開始登場時 他就能用腳感受周遭萬物 藉此來躲避這種攻擊 順帶一提 我很久之前說過了 四大神功都有參考真實的中國武術 而孕土參考的就是洪家拳 這個動作都極為大的拳法 一字馬 大幅度的開合動作都是此拳法的象徵 但也有比於洪家拳 達福所使用的是適用於盲人的南派螳螂拳 此拳的腳會站內八 雙臂則會平舉在胸前 能夠有效的感知對方的攻擊 同時也能夠反手圍攻 而此拳法最注重的就是高效率集中的打法 有比於洪家拳 此拳省略了孕土本身的大動作 使出手速度變得更加快 這也是為什麼達福在於土中 甚至其他宗對抗時都有取得先機的原因 他也在後面創造了史無前例的野精神功 從以前對付土中的方法就是將其關在鐵龍裡面 這樣他就毫無作用了啦 但達福在被佳倫用鐵龍關起來的期間內 用自己最擅長的感知 感知到了金屬裡面有細微的土質 領悟到的金屬就是土的精華 並破容而出 在動畫之後的漫畫後續與柯拉傳奇 達福也用這個創造的野精學校 更將眼鏡發揚光大到讓許多土中真的學會野精 但唯一能夠操控所有金屬的人就只有達福 一般的土中遇到純白金還是會束手無策 出手敏捷取得先機 感知能力極強 甚至還自創被認為不可能的技能 達福 真的是運土鬼才啊 即便如此他人為害怕 他雖然只要總是說著不認為自己是個盲人 但當自己真的意識到的時候 他人就非常恐懼 在他初次來到沙漠時 沙子太過細嫩鬆軟 他覺得踩起來毫無實感 甚至感知變差 這讓自己感受到徬徨無助 因為 這就好像他真的是個瞎子 什麼都看不到 唯一能夠感覺到的只有腳觸碰到的地方 跟他騎上阿帕一樣 跳舞在空中使他更加害怕 幸好他瞭解 即使自己感受不到任何失誤 身邊的朋友也會幫助他感知這一切 而身邊的朋友們也知道 有達福在 他們才能逃避一次次的危機 甚至達福可以感受到好幾百公里以外的中徑 這讓安他們有更多時間去做逃跑 甚至還能感知到第一下有命運通道 也藉此偵破了土國宅相的陰謀 他的巨重定位就是設定來展現一種 我看起來很弱但其實我爆幹強的角色 這也許就是他為什麼這麼討人喜歡的原因之一 而在劇中最讓人期盼的是達福的感情線 可惜的是在動畫裡達福完全沒有任何感情線 他一開始展現了一點好感在蘇卡 但蘇卡跟機子好上了 而後在諸可加入了又很想黏在他身邊 可是諸可也有人沒 更不用說了安跟卡塔拉早就已經是官配了 這張可憐的達福只能獨自一人酷酷看其他人是愛情 至於在克拉傳奇裡達福總共生了兩個女兒 而且都是同母義父的 卻始終沒有公佈父親的姓名與模樣 讓許多粉絲有點傷心啊 好啦,最後讓我說說一點心得吧 達福是我辦過許多討論區裡面最受喜愛的一位角色 其實就是安跟諸可不相上下 我不斷思考著達福為什麼那麼受人喜愛 直到我再次重看了一次將是神童 我大概能夠了解了 達福的大膽不做作 與外表單萌可愛需要保護樣子大家會相反 呈現一種反差萌 更不用說他在所有的戰鬥裡面都沒有輸的戰績 唯一在官方的漫畫裡面有透露是 他與布米打了一場決鬥 但其結果是平手 並且雙方似乎都沒使出全力 這裡面就知道達福有多麼厲害了 由於這是因為他的強大、大膽 才知道就其底下有那麼多粉絲 對我而言 我真是喜歡他的 正是他對於自己盲野的態度 他不認為盲野是個缺陷 反而認為這算是個禮物 正是一位盲野 他才能遇見大地屬學和運土神功 也許不是盲人的話 他就能看清楚這世界的樣貌與顏色 但也正是因為盲野 讓他能夠用更特別的角度去觀看這個世界 體驗更加特別的事物 因此遇見了安 經歷了夢寐以求的冒險與自由 只不過真的可惜 跟其他人比起來 達福的細分真的是少了這麼一點 他沒有充分的細分可以去展現其更加內心的詮釋 不如說他的這些細分都被拿去展現自己有多強大了 這是我真的認為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這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能夠因此就收穫如此多的粉絲 就代表這位角色絕對塑造有多麼完美對吧?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了 下次將會想要與各位好好說說 非情公主亞蘇拉 畢竟與豬克相比他確實殘暴的討厭 但他仍舊有許多事情值得我們好好說說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按下喜歡 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追蹤我們的IG喔 那麼我是科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囉 啊對了 接下來我們會發一部影片增930000QA 記得幫我們回覆一下 謝謝 大家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